欢迎收看Money DJ财经新闻 我是丁玉珊 提到纺织产业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用 一定是我们平常身上穿的服饰 或者是日常生活会用到的各种布料 但其实纺织产业除了成衣之外 还包括医疗、工业、建筑等等的产业用部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公司红玉 就是全台最大的工业用部厂商 红玉最早其实是粘米工厂 创办人叶朝成后来跨入纺织领域 成立红玉 并且在二代接班之后 持续开拓市场并且推动转型 现在红玉已经成为全台最大的工业用部纺织厂 红玉进一步的公司背景如何 我们请Money DJ记者林新杰来说明 是 红玉公司的创办人叶朝成 早期是经营肥料跟粘米工厂起家 他在民国59年的时候跟人合伙 在和美成立了红玉纺织公司 那他的第二代是三位兄弟 包含大哥也就是前任董事长叶明玉 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明周 以及弟弟叶明勋三人 红玉早期是做短线布 也就是天然的一些棉麻羊毛等纤维为主 当时主要的客户包含达兴三方台塑集团华夏 这一类是生产PVC塑教部的公司 那PVC塑教部底下的这个短纤基部呢 就是由红玉在供应 它是占率最高的时候几乎达到这块市场的百分之百 后来是随着大陆比较低廉的供应链崛起之后 公司的营运就受到了冲击 才逐渐转往长千步 并且开发出工业用部的市场 跟其他纺织厂走向成衣用部 做出明显的区隔 了解完公司的基本背景之后 是不是请星杰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红玉在产业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营运布局又是如何呢 是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 其实只有60台织布机 在从事织布代工的业务 到现在呢 已经拓展到海内外 共有1500台织布机 公司的营运呢 也从织布往上游 准对工业用的特殊杀种自行抽杀 下游则包含燃整以及后加工服务的 主要的工厂包含台湾的 和美厂、深港厂、全新厂 大陆则有浙江厂以及东莞厂 那我们这次参访 公司的全新厂可以看到 光是这个厂区就有将近800台的织布机 规模之大可以属于台湾纺织业中的 数一数二 而大陆的浙江厂则是主要的一贯厂 从抽杀织布到后加工燃整 可以一条龙完成 从刚才的介绍可以了解 红玉整合了上下游 可以从抽杀织布到后加工燃整 一条龙的作业 那么在产品方面 公司目前有哪些产品呢 各项产品的营收比重又是如何呢 是公司主要的营收来源是布品 分为胚部跟成品部 占营收比重来看呢 今年成品部已经从过去约三成提升到35% 因为成品部的毛利率可以达到15%到16%左右 较胚部呢 毛利率只有3到4%明显高出很多 因此也带动公司呢 这几年的获利能力都大幅的提升 公司并且表示 近年来公司在成品部的技术精进 每年出货量都可以维持3到5%的成长 预期可以带动获利能力逐年往上 而以产品的终端应用来分类 则会分为工业用部 占营收比重大概60%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球带 背包或行李箱这类的产品 占比达到7成 此外还有出一些像是马衣3C的保护壳 这类的布品 那该产品的平均毛利率大概有13% 而占营收比重第二高的是 衣服用部占比约有28% 主要是衬衫裙子外套裤子这类防水啊 吸湿排汗具有简单机能性的单品为主 毛利率约7% 另外呢 家室用部在营收比重有8% 分为室内像是这些餐桌 或者是桌垫 抱枕 毛毯 地毯 沙发 还有户外的像是雨闪 遮阳闪 或是遮阳卷帘等 这些产品的毛利率达23% 此外呢 公司也从去年开始投入了医疗用部的市场 今年占营收比重大概4% 主要的用途呢在手术医隔离医 开刀用的覆盖金 还有这些床垫不平等 毛利率也有22% 看起来红玉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不错的成绩 而且客户也都是知名的国际大厂 我们首先先从红玉的工业用部来看 工业用部是红玉的营运重点 这几年红玉也在这个领域投入不少的研发 详细的情况请新杰来说明 是刚才有提到工业用部中呢 以行李箱背包这种香包类的占比最大 过去呢 其实台化是他们最主要的客户 红玉指出了胚布给台化 在经由台化后加工处理之后 转交给国际品牌大厂的这些香包代工厂 但是近几年随着红玉的成品部种类 越来越推陈初新 并且呢 非常着重在环保材质的开发 也使品牌呢开始直接下单 让红玉可以用成品部来交货 带动获利提升 目前工业用部可以看到最大的客户 是国际大厂VF集团 旗下呢就包含了North Face Jansport Kimpling Vance Easpec Timberland 然后Eagle Creek等知名的品牌 红玉呢都有出这些品牌香包材上面的布品 此外呢 品牌客户还包含美系知名的行李箱Sensonet 那红玉转型的企图心是非常的旺盛 这几年来他们是透过贸易公司女娲 来专门做品牌客户的维护 还有一些布料开发 女娲呢将红玉月产能超过2000万码 400丹尼的这个粗丹尼人造纤维缩织布 从一桌用的红海市场改用到香包材上面 最近一次的显著成果呢 就是跟一线的精品品牌瑞士的军刀牌合作 来开发出特殊的面料 大量用于该品牌的代材上 此外公司在今年跟女娲完成合并 女娲呢 股本其实只有50万元 但去年营收可以做到2.1亿元 并且掌握了8家国际知名品牌 是一只获利的小金基姆 由于双方合并之后将增资到4000万 红玉并且取得女娲的七成股权 双方合并之后呢 可以让成品部的销售端跟品牌客户相结合 让公司的产品出货交期更快速 而且品牌商的需求也可以直接跟公司反映 有助于公司产销订单的整合 除了女娲这个经销商之外 红玉也针对家事部的产品线 成立了自由品牌后益 主导户外高单价的品牌客户 后益目前的产品有哪些 又掌握了哪些客户呢 是在家事部上呢 红玉资历品牌叫后益 主要是经营奢侈概念的 这种户外性的机能家事纺织品 是属于要在户外能够耐得住气候的材料 而且要有奈米的后加工处理 并且采用特殊的混质技术 已经获得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 这些国家的知名家事品牌采用 目前最受瞩目的就是用PVC包袱 抽取出来的纤维 制成了这个画面上的遮光卷帘面料 目前呢包含内湖的中心大楼啊 还有成品以及松烟 这些大型的商业大楼都采用 外销则包含已经开拓了北美 还有南欧的西班牙、中东、南亚 以及澳洲等国家 目前呢 今年遮光卷帘面料的业绩是达到了四成 是家事用部事业群最主要的成长动能 在医疗用部方面 因为有一定的进入门槛 毛利率也比较高 而红玉兹去年进入市场之后 已经陆续的打入不少医院的医疗用部供应链 详细的情况交给辛杰来说明 红玉呢 已经是卫福部GMP认证的合格医材制造厂 产品呢 达到二级的认证 也就是可以进入开刀房 并且红玉是收购了医疗用部的洗涤厂豪杰实业 来进行上下游整合 医疗用部呢 只能够一次性的出货 但是洗涤厂却是长久的循环收入 因此红玉非常重视豪杰这块的经营 但因为目前既有市场上 包含美德奈 美德相邦都是在医疗洗涤产业呢 市占率非常高 达到七成以上 红玉的医疗用部 目前在台湾医疗市场占比还不到5% 公司分析呢 目前医院来说最大的两个外包业务 一个呢是医院的商场出租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医疗被俘的清洗服务 以三种来举例来说 光是两年这些被俘清洗的金额可能就高达1.2到1.3亿元 可以看出是相当庞大 那公司呢目前注意到的就是在一般医疗被俘上占据商场出租最大的两个品牌 一个叫维康 另外一个就是信医 目前维康呢是跟美德奈合作 来吃下了商场出租 以及洗涤的两个外包市场 这也促成了信医呢 找上豪杰来合作 希望也可以因此来扩大营运动能 那红玉在纺织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红景昌就说了 包含陈大 慈祭以及秀船等十多家医院 都已经陆续采购了红玉的手术服 背服 还有覆盖精等产品 那接下来呢 他认为根据卫服部的统计 台湾医院病床数有13万床 以美床的医疗被俘大概需要2万元来计算 整体商机是高达26亿元 这还不包含医疗被俘的洗涤商机 红玉今年前9个月 在医疗被俘这块营收是8400万元 较去年呢 已经年增一倍以上 因此对于未来的成长性非常期待 回归营日面来看 受惠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而且高毛利率的成品销售占比提高 带动整体毛利率的表现 虽然因为主要品牌客户出货量减少 导致全年的营收比去年下滑 但EPS在获利能力提升之下 有机会占上亿元 展望明年 占营收比重最高的工业用部成长偏缓 不过家世用部预估明年 将会有两成以上的成长性 而医疗用部也因为目前市占率低 未来的成长性可期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